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4日 星期五 大家都知道今天是甚麼日子 6月4日 我們會再講六四話題 今節就跟大家講講香港的時事 這一節要講的是香港 香港政府繼續是 AO 政務官 爆發離職潮 香港政府竟然就是 要搞內部招聘 原來翻查紀錄發現 香港政府已經 十年都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香港政府 不僅要搞內部招聘 連搞內部招聘也比人還要搞壞 竟然說有崇高 操手的人 希望那些人是做申請者 共產黨的字眼就是徹徹底底 就是在 香港政府出現了 換句話說 以後對於有崇高操手這個字眼來形容的人 也是等於埋沒良心 這就是中共最可怕的事情 中共從來就是 睜大眼 說謊 壞事做盡 最好聽的話全部被他霸佔 竟然留在香港政府那裏做幫兇 也算有崇高操手 這些事情 只有 現在港共政府才能說出來 詳細在說今節內容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記得用Google戶口LOCK IN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也就是用Google戶口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星期易得道 以及星期二日報 最重要的就是記得幫忙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手動盡量點擊 最後就是可以用無限loop大法打開星期易得道的節目清單 播放 你可以教母聲 或者有聲音 讓他自己播放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 今天就是六四 會在 倫敦時間 英國時間 晚上6時 會有活動 第一項活動就是 6時 在里斯特廣場 Leicester Square 稍後時間8時 應該在中國大使館 會有六四的晚會 希望大家能夠出席的就盡量出席了 六四本台也會有特備節目 大家就留意 香港時間 香港時間的9點 會有特備節目 這個就是 袁爸爸會有一個 關於六四的節目 會轉播 繼續跟大家說說香港政府問題 香港政府 除了政府 整個香港也出現問題 就是出現 大規模的跳船 以及逃亡 這件事就算是政務官 AO 也有相同的情況 只是2020年至2021年 有21個 AO 辭職 流失率達到 5.21% 換句話說 每20個人 一個人辭職 這個辭職數字 真的就是 史無前例 那麼高 大家都知道 以往AO 這些職位 絕對就是一些爭崩頭的職位 每個人都想做高官 每個人都想高薪厚職 要做AO 要過五關 斬六張 然後要interview 然後要英文好 又要有成績 又要有家底 才能夠 就是加入的 隨著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 時代革命 覺醒的人很多 為甚麼會有20多人 會辭職 離開這個 那麼重要的 職位 這麼難才能得到的職位 為甚麼會走呢 其實原因也很清楚 一 可能他真的要移密 二 也不會留在 跟你 為虎作槍 不會留在這裡跟你狼狽為奸 其實這就是最簡單的原因 香港政府繼續出來搞內部招聘 說有崇高操手的人 適合繼續申請做AO 換句話說 就是一班預備投貢 舔貢 舔貢 的人 這班人 真的有崇高操手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還敢出來繼續舔貢 這是第一點 受到 全香港人的譴責 第二點 如果你再招聘到那些人 保證 他不要想著可以過去外國 移民退休 這個是可以百分之 一千肯定的 翻查資料發現 原來政府在上一次要搞內部招聘 AO 原來已經到了 2012年的時候 當時 就是有900多份申請 最後就聘用了6個人 做這個政務主任 事實上公務員事務局就是每年 都會 公開招聘 AO 在2020年 2021年收到 1.4萬人的申請 當時 目標 的招聘就是45個人 公開招聘 雖然有1.4萬人申請 目標是聘用45個人 倒是搞不定 結果就是要在內部招聘 換句話說 就是 人數申請 不達到他們的目標 當然還有萬多人申請 很正常的 大家不要忘記 香港 藍絲有100萬人的 可能那1.4萬個申請 當中有99.99% 都是藍絲來的 甚至乎100% 一大堆 可能就是低學歷 沒有甚麼學歷 沒有甚麼能力 好像民建聯 工聯會那些人 做完政治助理 然後想做AO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就算人數 好像很多 1.4萬人對著VS 45個 位置 實際上就是一大堆垃圾藍絲 就是想爭取出來做官 原本一大堆人都是想做這些東西的 所以這個數字 一點也不奇怪 但是一大堆廢物 走去想做 政務官 想加入政府 是不是代表 這個 政權裏面的既得利益者就會開放 讓你們去參加 從來香港政府就是一班 自稱 自居為 精英的人 本來就是頭大無腦 老大生草的一班蠢 覺得自己是精英 又說自己是讀書 到底現在要請甚麼人 才是政治正確呢 到底是不是要請 北京大學畢業的人 是不是要請上海人呢 現在 基本上 這個港共政府 完全沒有方向了 不知道到底自己想要甚麼 只是知道 自己想要走狗 走狗得來 又嫌他們去抽 又不可以接受那些 盲子也不懂得多隻的人 只能夠 內部招聘 結果公務員事務局就是要 搞這個 一個 簡介會 推介 AO的職位 給這個 政府的其他人 裏面也說到了 AO的工作是充滿無窮無盡的挑戰 代表獨裁政府 代表獨裁政府也不是最困難 但是代表獨裁政府得來 又要假扮民主政府 假扮有民意 假扮有諮詢 其實現在是假扮不到的 所以 當然是充滿著無窮無盡的挑戰 因為根本就是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任務 不過 所說到無窮無盡的挑戰 我們就看不到 我們只是看到現在的 港共高官 出來不斷挑釁香港人 本來是標榜著一群人最優秀 適應能力最強 最熬得 最轉數快 現在這個職業竟然有那麼多人 就是挑戰 很明顯 就是清黃不接 根本就已經找不到人去做了 除了那些狗奴才之外 最後就是想說 你一個 這樣的政府 不知所為 有一個特首 整個政府 整個港共政府禽獸都不如 還想有 崇高 措手的人會加入你的政府 會加入的人也一定不方會有 這件事是注定失敗的 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下一節開始說下的話題 拜拜